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族生意 很多时都是父存子、子存孙 谢老先生接手爸爸的饼家生意 不过他最初一直都不想 将这盘生意交给他的下一代 原因是什么呢 但为什么后来都改变主意呢 而且当传到第三位谢先生的时候 两父子更大线拳脚 扩充生意 做这一行饼 完全是说有没有材料才能做到 当时香港很少材料 所以我觉得做这么少事 没什么意思 我说唯有这些小孩 当时什么都说 读书成不成的 读书成的机会高很多 全部我都不让他来店铺 看都不让他看 好了,所以现在 我都想不到 这一样东西都有前途 因为这东西有他的真理 他有他的价值 最小的儿子,他都在外面做 做之后后我就说 不要了 你不如回来店铺吧 你有本事,做得漂亮的 就一定行的 一定有生意 所以叫他回来做 做了他都觉得有兴趣 他经常跟我说 他说我年纪大了 家里又没有人接 你最小了 你有没有考虑会接 看到他年纪越大 都这么用心去做 我就想想他又给到 我觉得又好 可以试试 所以我考虑之下 我没有做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下来帮他忙 现在我负责做开店 还有他们有些问题 例如生产上的技术 他们会跟我谈 因为我比较熟机械 我们也会一起坐下来谈 这些很漂亮 跟爸爸和儿子一起做生意 会有,是经常争吵的 如果你说外边有摺桌、摺桌 有棍,我想大打出手 因为他年纪大 而且他又有经验 所以要令他肯接受新的事物 是有一定的困难和耐性的 不过我们的相处之道是融洽的 我们说明早上吵架 吵架完后 下午吃饭就不再提吵架的事物 但是爸爸也很好 他表面很不接受他老人家 但是他心底里 他回头的时候 他就会肯改 他会肯听你的意见 糖饼的材料很简单 但是他没有什么剂、什么香料 完全说是真味 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 如果你做得漂亮的月饼 漂亮的钟饼 全世界通行 是中国人都喜欢吃的 没有一个不吃的 无论你多高级的人 多什么都好 你也是喜欢吃的 下一代 我也希望他们能接受到 餅店的生意 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够的生意 可以有自己人一直延续下去 我会觉得光荣 自己做了几十年 就觉得这些东西是不错的 亦是中国人都喜欢的 所以我看儿子和孙子 都会接着他 继续一直做下去 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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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